他吓死你了 你姐你很不容易啊 没事没事 小老婆没事没事来坐坐 我好想你也想着你啊 不会离开你了快收我 魏大勋你搞不信死了 现在杨幂的事业蒸蒸日上 不过恢复单身的她也有众多绯闻缠身 而现在围绕杨幂最多的 无非就是她和魏大勋的绯闻 我们都知道魏大勋暗恋杨幂13年 只是还没等她把女神娶回家 杨幂就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在一档节目中 魏大勋和女神搭档 期间有不少甜蜜互动 当然看惯综艺的观众不以为意 毕竟这样的节目套路观众见多了 但是之后爆出杨幂和魏大勋一同逛街 晚上还被拍到一起吃着冰淇淋回酒店 这个关系我们就不好说了 吃瓜群众更是一惊 怪不得节目中有那么多甜蜜互动 难不成这根本不是演出来的 不过两个人都是单身 就算是谈个恋爱也没什么好说的 之前采访刘凯威 她说只要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事 杨幂是不会承认的 当年杨幂刘凯威离婚的新闻 几乎是每月传一次 他们也在不停的辟谣 不过2018年两人真的离婚了 为什么不早些公布呢 其实对于明星来说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分开那么简单 这背后有强大的资本运作 捆绑以后两人的流量都会加大 有传言在此之前杨幂签了对赌协议 要在三年之内完成目标 否则就要赔钱 怪不得杨幂怀孕的时候还那么拼命 拍《小时代》的时候 更是穿着高跟鞋在雪地里跑 三年时间杨幂像上满弦的闹钟一样 一直穿梭在片场 参与了十三部戏的演出 相比于富二代的刘凯威 杨幂是从平凡人走到今天的 她深知自己的一切来之不易 相比较于家庭和事业的天平 杨幂更倾向于事业 杨幂很有商业头脑 还捧红了一众艺人 即使以后不拍戏还是会有可观的收入 刘凯威曾说过 她喜欢平淡的生活 家人比工作更重要 她也说杨幂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 也许这正是两人分开的原因吧 现在34岁的杨幂什么也不缺 或许婚姻对于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吧